首先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更新一下 我們那個 確認病例發生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今天 新確認的本土病例數 到昨天統計12點為止 有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位 新增的本土病例數 比起我們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那是下降了 百分之二十八 目前還是延遲的下降了一個趨勢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7位 那死亡的病例 死亡的病例呢 跟之前幾天的差不多 有41位 那接下來就請我們羅副 大家好 今天公佈的41例死亡病例 年齡是從90多歲到50多歲 那今天沒有較年輕的死亡 或者是兒少 等等的這些重症的個案 那我們50多歲以上的這個 個案呢 大部分都是有慢性疾病的 進一步來分析的話 這41位的確診 死亡的個案裡面 有39位是有慢性病史 另外有22位呢 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有16位是任何一劑的疫苗都沒有接種過 另外超過80歲的25位 另外 從今天開始 我們這一張手板的下方 會提供這個今年本土累計的這個死亡 相關的這些風險因子的統計 所以到昨天為止累計 13000多例裡頭 91% 是具有這個慢性病史 那66%是沒有打滿3劑疫苗 那9乘以60歲以上的個案